大自然真的很奥妙很美 我们也都用事实来说明 不是宗教信仰 不是邦信 不是迷信 从以前到现在都尽量用具体事实 来让大家认识大自然 客观求真求证 客观去理解 而这个理解不是用头脑 不是用过去的那些知识之鉴 你要用清静的心灵来感受 要用清静的心灵来感受 用生命来感受 要用真诚真心来感受 这方面需要大家 也要能够静得下来 这个静不是那种死的禅定生定 不是那种 你在哪里定月久 你还是定在你的自我的世界里面 你定月久 你跟大自然还是一样隔开隔离的 先要静下来 而这个静呢 它是要让我们能够有深度的去 看去阅读大自然的无字天书 大自然它是活生生的 是在当下 到它是在当下在呈现 所以你要身心对焦 在迎破抱一 能无离乎 你要身心对焦 身心灵对焦 活在当下 跟整个天力 跟整个道 融为一体 前面是要练习的 但是你要先开发出平觉 要能够静 能静能动 这个静不是死的地 它是一种国的 它是有温度的 你要先能静得下来 用心灵去感受 你才能够渐渐的读懂 这一部无知天书 读懂天地父母的慈悲大爱 读懂天地父母的智慧 奥妙 创造力 而且都具有高度的艺术 最后我们大家听这一首音乐 唤醒我们心灵的宁静 纯静 清静 优优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扣动你的心圈 有时候你会很自然的 游戏感动在这边 很多人的心 冰冻的 冰冻的很久 他的心是冰的 扎车的冰 阿世 具有温度 大人的眼是具有操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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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的眼先 他不然天地不满,食物濃縮, 心裏流水淘擠, 胖子靜靜在流動, 但絕對不是命運, 他們在養育我們,愛護我們。 這部五十天書,是需要我們用清靜, 淫靜的心來品嘗,來閱讀。 如果能夠靜下來回顧我們過往的生活, 很多人就會發現,我們過的是多麼的粗魯粗糙, 我們都一直的慣性的往前衝衝衝, 看不到眼前之美,看不到當下大自然之美。 更不用說看到什麼神韻。 為什麼科學界人正大自然的神韻都否定? 因為是用頭腦,用知識之間,用文字, 用數據,在解析。 大自然的靈魂,神韻,那是超越語言文字。 大自然它是真正是活生生的, 它是具有創造力、生命力。 這段時間在這邊,大自然就不斷地給我很多的訊息, 給我很多的資料。 這些都是可以進一步, 讓大家更深刻更具體的了解大自然。 我只是個法界人,我只是個大自然的代言人。 如實地跟大家介紹大自然的奧妙, 吾智天書的奧妙, 吾智天書的深度、廣度, 吾智天書的智慧。 希望每個人能夠得到它,讀懂它, 你的生命就會越來越安心, 越快樂。 你的幸福指數越來越高。 今天不能夠把生意活出來, 它會喚醒我們神聖的生命。 大自然的冰不是冰能。 從冰零花, 還有從這些床花, 從這些鳳凰, 大家就可以感受到。 大自然的冰, 它是慈悲愛護整個人類, 幫人類保存水分。 然後可以細水長流。 希望大家, 心不要冰冷, 要有熱度。 用心靈來感受, 來體會, 來讀懂這部吾智天書, 開啟喚醒我們神聖的生命, 開啟我們的高等智慧, 開啟高等智慧, 進一步把生命一一活出來。 活出生命的神聖, 活出生命的喜悦, 活出生命的安心, 自在快樂。